从目测方面去看的话 它的状况 包括它有没有袖石 其实它的 真心为您把关 SUM里程保证 我承诺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我右手边这一台 GINO货车 首先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它使用的轮圈大小 大概是使用16寸 以它内部长度的话 基本上这种货车 很多都是工程使用 所以它们的要求 比如说载水管 它们长度一定要够 它的内部总长大概是4米25 所以一般的水管 一些排水管或是自来水工程 它们的那些管路的长度是够的 然后比如说它的宽度来讲 以它的 实际宽度大概是1米8 我们不要把它用到这个 车床边 车床的话有时候翻起来 也不要太过于 留一点空间出来 所以它我们车宽的话 内部车宽大概有1米83左右 还可以放得下 它内部车测内部的空间使用率 大概就是这个长度和宽度 然后再下来的话 它的侧边已经有加装那种防撞 防撞铁架 这种是有时候安全性 防止机车或是什么有 行驶中 那个行驶的那个视角 防止人家往里面滚造成意外 然后它的备胎 左侧这边它加装的工具箱 没什么作用啦 这是我们这台车的里面的 原车是自己加装使用的 一样可以用上锁 然后它后面加装了一个升降尾门 这种升降尾门的话 它现在全长大概1米1左右 有的人会把它做折叠式的 可以加长变高 像这种车有的人会去装成箱型车 可是这个有重量的问题 到时候再跟各位说一下 后面的话大概是 就像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这大概是1米87左右 然后我先使用操作给各位看一下 它没有遥控器 但是它就是纯粹手动 上下爪动 然后它的升降尾门 其实它的价格差很多 你单轨承受的重量大概 一吨左右 800至1000公斤 双轨的话大概可以多2-300公斤 承载重量 可是相对的重量会多个几十公斤 整台车的车框算是很漂亮 然后HINO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是一个强化底盘 它比一般正常的CANDA 它底盘强度比较够 然后我们再来 我跟各位 我们看一下引擎的部分好了 我们从目测方面去看的话 它的状况 包括它有没有锈石 其实它的情况是很漂亮的 就是什么强力水柱 或是什么去变分 然后第二点 我们从这些螺丝 螺丝板件去判断 它的好坏有没有什么事故 相对的车商的担保 还有三方的认证 是有那种公信力的 所以各位也可以很放心 我们这台台的实际公里数 目前是九万三千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就是正常使用 像这种货车 一般的使用率 有的都开到五六十万公里 都还在使用率 只要正常保养 正常维修都是OK的 我们内部空间介绍 上面也有个置物空间 比如说是病人 可是也不要放太重的东西 因为也怕说塌下来 这边前方有样的置物空间 像这种很多的东西可以放啦 也没什么多的好介绍 然后另外的话 它以备这个也是可以放下来 可以做一个那个置物的动作 这边 三个人做的话 就可以把它翻起来 然后它的三脚架啦 那个维修工具 都在放在我们的椅子后面 垫尺部分 就在我们的左下巴 这里底下吧 所以更换也很容易 公司 中小企业 有需要使用到这种大型 或是欢迎来电来给我们赏车 我的联络电话在这边 如果是有什么问题 欢迎随时与我联络 我再跟您详细解说 谢谢 实在就是SUM